你不必压抑 无需唤醒 在转瞬间消灭了聪明 黄医生 你快帮我看看 我手扭伤了 都抬不起来了 这好像是脱臼了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我老公徐志摩 哎呦 他怎么会打你呢 在家暴嘛 不是 是我自己主动的 哦 我明白了 那你俩是在玩回房子去是吧 哎呀 不是这样的黄医生 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说 老公 老公 徐志摩 我要出门了 好 小心 哎 我问你个事 我出门后有一个女的 身材又好 长得又漂亮 坐在咱们床上 你要怎么拒绝呀 怎么可能吧 我是说假如 假如我就是那个女的 现在我坐在这儿 你要怎么办 哎 你个疯人 我哪里来的 你干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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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 我的胳膊就扭伤了 哦 那你不是自己讨打呀 不过呀 我还是挺满意我老公 拒绝女人的方式的 神经病啊你 黄医生 胳膊流了也能用针灸吗 你这个是脱臼了 不用针啊 我就给你复胃就好了 放松啊 放松啊 好 怎么样 还疼吗 好像不疼了 下次不要用这种方式 考验你老公了 好吧 逃打 全天下的男人 绝对不会拒绝 一个坐在床边的美女 更不会因此而打伤她 为何女人总是要自己骗自己